他把用身上 消防员用破坏器具 紧急打开电梯门 因为台南中西区这栋大楼 电梯里头有一位怀孕 八个月的孕妇受困 你是要在里面多久时间的吗 我们是多小时 一点多小时的 他刚好太太 因为他怀孕他会脊胀 电梯一下停一下走 吓坏夫妻两人 就怕影响胎儿 消防员救出孕妇后 赶紧帮忙量血压 做初步检查 全台大停电 桃源台南至少就有 十多件电梯受困案件 高雄更惨案件数 逼近四十件 而且不止电梯没电 市场店家一片 摸黑爷的营业 没电怎么做生意 南北货店铺卖衣服 店家都遭殃 甚至连政府机构 台南安平邮局 高雄市府店力都停摆 根据目前统计 台中好惨停电户数 多达四十一万五千户 台南三十万八千四百五十户 桃源十九万两千六百一十七户 民众心惶惶 全台至少五百万户 受到影响 现在台电也证实陆续修复中 不过中南部 想要快速复电 也要等到中午过后 华语新闻总统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